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六点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